大家好,欢迎来到历姐说电影 今天给大家讲一个神奇当铺 可以换取任何你想要的东西的故事 王阳是一名普通的业务员 他兢兢业业的工作 可在事业上依旧一事无成 面对客户的故意刁难 他也只能选择忍气吞声 与妻子结婚多年 连一个像样的戒指都买不起 现在的他可以说是没房没车没存款 完全就是一个loser 不过还好他的妻子温柔贤惠 不仅没有过抱怨还经常安慰着他 可这在王阳的眼里反而成为了一种讽刺 总是有时没事就把气撒在妻子的身上 这天王阳的家中突然出现了一只黑猫 随后他就被带进了一个名叫灵运当铺的地方 老板告诉他 我们这里什么东西都可以典当 比如时间生命健康 只要你愿意交换就可以得到任何你想要的东西 王阳思索了片刻后 用自己的爱情换来了事业 果然没多久时间 王阳就坐上了总经理的位置 事业如日中天 曾经刁难过他的客户 如今都来巴结他 而王阳更是将自己当初所遭受的羞辱 统统还了回去 小雅是王阳公司里的一名小职员 她有一个十分要好的闺蜜 两人从小一起长大 感情好的犹如亲姐妹一般 闺蜜天生丽质 常常受到男友们的追捧 就连小雅喜欢的学长也不例外 也因为这件事情让小雅对闺蜜产生了极度之心 她觉得学长之所以会拒绝自己的表白 都是因为她没有闺蜜漂亮 为了得到学长的喜欢 小雅来到凌云当铺用友情换取了美貌 一夜醒来 她如愿获得了自己想要的美貌 成为了众多男人心目中的女神 也俘获了学长的心 不过这个学长也是个渣男 他看中的不过是小雅的美貌而已 更加可恶的是 还背着小雅跟其他女人暧昧不清 而阿超是一个烂赌诚性的赌徒 成天除了赌博不干正经事 而且把他这个人运气比较倍 逢赌必输 父亲再三劝阻 希望他能够戒赌 可是阿超根本听不进去 他来到凌云当铺 用自己谨慎的亲情 换取了好的运气 从这以后 阿超的人生就像开挂了一样 走个路都能捡到钱 在赌场更是犹如赌神附体 很快他就赚回了一大笔钱 可事实上 这三人的命运 真的会如此顺利吗 王阳虽然事业有成 但曾经深爱他的妻子 现在却对他漠不关心 更甚至对他买的超大钻戒 不为所动 而小雅以为拥有了美貌 就能得到学长的真心 而学长却和他的朋友勾搭在一起 伤心欲绝的小雅 开始后悔自己的所作所为 他不禁怀念起 曾经与闺蜜在一起的快乐时光 这时的他才发现 那才是自己最想要的 另一边 阿超虽在赌场上如鱼得水 但是他的父亲却患上了老年痴呆 不仅记不起阿超的模样 就连他的名字也给忘记了 但是他仍然记得儿子最爱吃饺子 看到别人餐桌的饺子 他二话不说一把抓了过来 没过多久父亲去世了 阿超心中悔恨万分 他现在才明白亲情的重要性 没了亲情 要这些钱又有什么用呢 经历过这一系列的事情之后 三人终于明白 他们所典当的都是人生中最宝贵的东西 发人醒悟的三人再次来到林运当铺 希望赎回自己的爱情 有情亲情 可是老板却告诉他们 一旦被典当出去就没有回头的余地了 就在这时 小雅看着桌上的瓶子 一把将她摔在了地上 顿时时间发生逆转 一切都回到了原来的模样 亡羊与妻子和好如初过上了甜蜜幸福的生活 小雅也有了好闺蜜的陪伴 而阿超则借掉赌博成了一个孝顺的好儿子 人的欲望就像是一个无底的深渊 永远填不满 正所谓知足常乐 珍惜你当下所拥有的一切 千万别等到失去才后悔 今天的解说到这里就结束了 我们下期再见